有人说推背图是中国第一奇书 那烧饼歌应该就是第二奇书了 刘伯温在650年前写的烧饼歌 内容可以说是准到让人不敢相信 却又不敢不信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据说刘伯温还写了两个预言 这两个预言都是写在石头上 第一个是金灵塔碑文 这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被发现 另外一个叫做陕西太白深碑文 是在一次地震之后才出现的 而讲的是公元2000年以后的事 当然不信的人就说 这两个或者是伪造 或者是被别人假托刘伯温之名 这些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我听说了金灵塔碑文之后 我去查 发现他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 而他讲的事情有很多是现在才发生的 至于陕西太白深刘伯温的碑 我倒是在几天前才听说 听说了之后 我去查 就开始有一个挣扎 到底要不要做解这一个碑文的视频 因为他里头的资料实在是太吓人了 因为这个预言的内容实在是太可怕 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们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研究 我就在这里头提出一些跟现在比较有关联 他说平地无有无谷众 警房似也绝人烟 这句话如果不是发生了封城事件 看到武汉一个大城市 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那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若问瘟疫何时见 但看九冬十月间 你当然有不同的解法 但是在冬天发生的这个瘟疫 他把九跟十放在一起 不就是2019年的冬天吗 接下来是说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免遭此劫不上算 我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一次的瘟疫事件 可以说是天数 因为人越来越多 疾病发展以及传染的可能性 当然就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有些有心人 利用这一次瘟疫 而要打击中国人 甚至达到政治目的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了 对大多数的观众来讲 你们不像我有做视频的经验 你们不知道要操纵一个议题 有多么的容易 就像口罩事件 如果真的是为台湾的人民着想的话 既然政府已经征收了口罩 也有足够的存量 那为什么不经由春里长 让他们有足够的存量 等到真的疫情开始的时候 加速送到每一个居民的手中呢 如果你说等到疫情开始 再发放就来不及的话 那依照人口数 一家一个人发个五个 然后储存足够的分量 等到疫情真正开始的时候 再一家一户送到人家家里 今天你让大家去超市买 不错买的人是安全 那买不到的人呢 他们白白的在新年假期 也不能跟家人团聚 要在超市门口去抢这些口罩 你们觉得台湾是真的有口罩荒 还是要用这个口罩的短缺 来显示出苏贞昌院长 不让口罩出口到大陆的智慧呢 许多媒体拼命地在骂泛泛 不是就想找一个戴罪羔羊 将来万一台湾真的有疫情的话 可以说你看就是这些人在卖台 害台 其实这些都早就不好局了 因为中国大陆如果阻挠我们加入WHO 那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害死的 每一个中国大陆进入台湾带来疫情的人都可以说是深化战 我今天这样讲不是因为我要帮中国大陆说话 而是疫情大家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合作 不能为了个人的恩怨或者是私心 就把握机会炒作议题 大家现在要的是正确的资讯而不是无谓的恐惧 其实我刚刚才说刘伯温的这个预言讲的实在是太让人沮丧了 所以我就不念他的这个实仇 但是我自己讲到口罩事件 自己却也变得好像血压往上升 那我们跳过去 不过你看最后一个讲到的是猪鼠眠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非常危机的这个时间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预言 因为就算不信这个预言 我把以前其他的预言拿出来讲的 也有好多个提到了现在的这个瘟疫 何况你就算不信预言 你看一看新闻 我说的不是那种假新闻 你就会知道这个疫情有多么的严重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预言怎么说 若得过了大节年 才算世间不老先 就是同达铁罗汉 难过七月初一十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 除非善乃能保全 预防人人艰难过 观过天翻龙蛇年 好像意思是说 就算过了这一节 以后还有一节又一节 讲到这里 我想我们就此打住吧 大家必须一起努力 大家心里有爱 有关怀 我们才能一起度过这个节 不然的话 世界上每个人都生病了 只有你一个人 百病不清 你觉得你还会过得快乐吗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解码客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发现 订阅你这种服务力 那天面 这种服务力 这种服务力